另外这一则医疗新闻的主题是糖尿病 根据统计国内的糖尿病患者高达140万人 但是糖尿病这种疾病在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 很不容易察觉 而糖尿病学会今天提供了一项自我检测法 只要是腰围超过了标准值 本身又有高血压病史 抽烟跟不运动的习惯 得到糖尿病的机会就比一般人高出了7成5以上 最好赶快到医院抽血检查 蛋糕炸击这些高热量的食物 不只是让许多人变肥胖的原因 也是提高罹患糖尿病最大的元凶 糖尿病学会在网站上公布了最新的糖尿病 自我检测的七项指标中就说明 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90公分 女性大于80 本身又有高血压病史抽烟和不运动的习惯 得到糖尿病的机会就相当的大 准确度我想我们经过评估是有75%以上的准确度 有75%高风险或极高风险 基本上要到医疗院所来做一个 血糖的检测 蛋医生也提醒即使评估的结果是低风险 也要留意自身的健康 除药及早预防外糖尿病学会 也做出了最新的糖尿病治疗指引修正 建议糖化血色素大于7%以上的病患 最好合并使用注射型的胰岛素 来控制病情 口服药在糖尿病病人如果离病时间长的病人 那它的效果就减弱 所以通常合并两种或三种以上的口服药 没办法控制血糖的话 那我们会建议就早期使用这个胰岛素 或者加上胰岛素的治疗 医生说如果糖尿病的病患病情控制不当 很可能引起慢性的合并疾病 像是肾脏病变失明等风险 由于国内糖尿病的病患人数 多达140万人 平均40岁以上的民众 10人中就有一人是糖尿病 也建议年满40岁以上的 每三年要接受一次免费的健检 检测血糖 高风险者更要每年就做一次检查 记者黄茜蒋龙翔台北报道